在圣诞节期间碰到漫天的雪花降落在地面是英国人最期待的 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为止 英国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其实不超过40次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英国所处的海洋性气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冷 所以白色圣诞的情况不常见 今年常见的是什么呢 是罢工 那这期节目我们要聊聊英国罢工潮 为什么会在2022年岁末年关的时候变得这么严重 大家好欢迎来到曹姐的英国live 如果翻开12月的日历你可能会吓一跳 因为几乎每天包括周六周日都会有英国的寄层行业罢工 像是护士教师运输工人消防员救护员 纷纷的走上街头 而且大家这是排顺序 轮流穿插着非常有默契的举行罢工 有10万的公立医院的护士举行了两天的罢工 这直接就导致将近两万人的预约门诊 还有当天的看病都存在问题 同时有一万多的救护员 也深远护士同行 这就导致在街头上没有救护车穿梭而过 而是很多的私人的出租车在提供这样子的救护服务 而且英国的医院里现在有不少军员的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政府无法解决这个劳资纠纷的问题 不得不安排1200多名军人临时替代一下救护员的工作 来当司机来当救护员 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那除了英国的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英国的邮政部门 英国的铁路运输工会 还有中小学的教师 都响应的基层行业的同行们举行了罢工 他们罢工的原因呢 其实就两个字呢 就是加薪 目前英国的通胀率呢 已经是突破了10% 并且呢 向11%的目标呢 不断的迈进 这对于英国的基层行业来说呢 压力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来说 英国的护士 大概年薪呢 大概是26000英镑 各样的开销税收 还有自己的基本的生活需求 拿到手 放在自己口袋里 能够愿意去存的这个钱呢 大概呢 只有三四百英镑一个月 一方面是拿着非常低的这个工资 那另一方面呢 却是干着呢 非常艰苦的工作 不断的要求被超时加班 来满足公立医院的 这个问诊的需求 对护士这个行业呢 在上世纪初 南丁戈尔啊 创立了这个护士行业以来呢 最终忍不住了 发起了这个行业历史上 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大罢工 你支持这个护士行业吗 当然 肯定 我们支持这个护士行业 我们支持这个护士行业 它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人们已经疲惧了 要选择 我认为这个政府 这个是这么个 基本的护士行业 他们不需要太多了 他们只需要一个护士行业 不需要护士行业 护士行业 那面对英国基层行业 接二连三举行的罢工 英国的政府啊 一方面呢 对于工会提出的加薪要求的 态度非常的坚决 他们所认为的不合理的加薪幅度呢 是不可能接受的 但同时呢 英国政府通过媒体传递出的声音 那就希望老百姓现在要有一个图片的共识 要认清楚 英国现在的经济呢 是处于一个下行期 英国老百姓一定要自己保重好自己 少参加一些剧烈的体育运动 少外出 少过度的饮酒 同时呢 开车出门也要注意小心 另外呢 那些对于那些孕妇来说呢 也要注意 能够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如果想循医未诊 想被救护员送往医院健在看来呢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各种情况呢 现在都摆在英国老百姓面前 这和两百年前呢 英国的社会 当然当时的英国的经济的规模 生产力的模式呢 和现在不一样 但是呢 劳资双方的矛盾 社会供需之间的矛盾呢 其实呢 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知名作家 迪坑斯在19世纪中后期 写了大量的小说 这些小说内容的共通之处之一 就是都反映了英国基层民众的生活 其中多多少少都提到了 当时紧张的劳资关系 而这和如今的英国社会的现状 有很多相似之处 迪坑斯生活的时代呢 是维多利亚时代 当时的工业革命 是不断的推动英国经济向前发展 但同时呢 也加剧了社会基层的矛盾 劳资双方的矛盾呢 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两百年来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有的时候看起来呢 似乎英国啊 乃至欧洲的行业的工会的势力很大 但是呢 面对强势的政府呢 他们有的时候呢 也是无可难合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持续举行罢工 所以进入2023年之后 至少在我生活的英国 大家还能看到更多的 基层行业的罢工 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引发民众 市民的共鸣 来对他们表示支持 那的确一方面 市民呢 是愿意支持他们 那同时呢 一些市民呢 也对于这种无休无止的罢工呢 感到无奈 甚至感到厌烦 认为呢 这毕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如何来解决在英国呢 自己比如说的罢工潮问题呢 相信在2023年 也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 另外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那众所周知啊 迪根斯不仅是著名的作家 同时呢 他也曾经是一位记者 所以呢 他观察社会 观察个人的角度呢 也是非常直接 深刻的 那在他的卧室里呢 我们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迪根斯呢 在创作的时候呢 面对镜子来 自说自话 当一个演员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把自己的写作技巧呢 进一步提升 对于自己笔下描绘的角色呢 让他呢 更加的丰富饱满 谢谢大家